只要我们人类拼命的锻炼 同样也能够制服那些怪兽的 奥特曼里的满级人类有多恐怖 单枪匹马解决怪兽的普通人你见过吗 众所二维粉周知 在奥特曼系列作品中 面对强大的怪兽和宇宙人时 脆弱的普通人一般就只有逃命的份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咱们这些小兽猴子的血肉之躯 与那些怪兽跟宇宙人比起来 实在是太雷弱了一些 所以真要打起来 一般也都是 同为高等生命的奥特战士们 普通人可以掺和的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奥特曼当中还真有不少满级人类 他们虽然也是最普通不过的人类 但是却可以以血肉之躯 跟那些庞然大物们掰掰手腕 本期阿伟就跟他盘一盘 奥特曼里那些满级的人类都有哪些 第一位海野老师 说到奥特曼当中的满级人类 就肯定绕不开在太罗中登场的 昭和最强人类海野老师了 那一具人类只要拼命的锻炼 解决一两只怪兽 还是没有问题的名言 正是出自此人之口 至于为什么奥迷们 都说他是招合最强人类 咱们来看看他的战绩就知道 在改造被鸟刚到地球时 阿野直接拎着炸鱼包 就对着改背发起冲锋 再一拳放倒了 前来阻拦的光太郎之后 登上高台 随后趁着改背张嘴之际 直接拎着炸鱼包 跳进了改背嘴里 企图直接从内部炸死这货 而在改背的嘴里折腾了一圈之后 阿野不仅没事 还挂到了改背的牙齿上 而在光太郎变身泰罗来营救之后 阿野更是因为泰罗打乱了他的计划 气得破壳大马 这还没完 等到改背第二次出场时 阿野直接带着绳子冲向改背 随后用力一抛 将绳子挂到了改背的头脚上 接着更是直接爬了上去 拿了把小刀 对着改背的眼睛抹刺 接着更离谱的是出现了 这个前两天 才把泰罗踢在地上 疯狂那马尔翻滚的改背 既然真的被这个小刀 戳得破了房 随后吃痛的猛甩头鹿 将挂在他眼睛上的海野甩了下去 而我们的超人海野 从这最少70米的高空摔下来 竟然屁是没有 甚至在后来泰罗一改背 萨博坦达的混战中 还又一次的抓住了机会 爬到了改背的眼睛上 拿着匕首又是一对猛筒 讲老实话 看了海野老师这波操作 阿伟突然就觉得 一个划铲解决老虎 好像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唉 可能这就是人与人的体制 不能一概而论吧 第二位景天井龙 接下来我说的这位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其实并不算普通人类 或者说他以前曾是人类 景天井龙 曾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剑豪 天生便拥有分辨妖物的能力 当时他在遇到大鼓时 能一眼看出他的异常 靠的就是这个能力 而这双阴阳眼 再加上他后天修炼而成的强大剑术 让景天井龙成为一名 类似于除魔师的剑客 并且一直将想要除魔 视为自己的天命 而在迪迦第16话当中 登场的那个二面苏纳鬼 曾经就是被景天井龙打败 并消售 最后封印在了深山中 当时迪迦在遭到苏纳鬼 头颅透洗 被咬住了脖子之后 也是景天井龙出手 一刀刺进了苏纳鬼的头颅 这才彻底消灭了这个邪恶 而为什么说 景天井龙严格意义上不算人类 主要还是因为 他的肉身早已经消亡 现在只是以灵魂附身的方式 依附在了一个良性未明的小偷身上 再等到世界上又有妖怪作乱时 他就会接管小偷的身体 前句想要触摸 怎么样 这么讲完是不是听起来 完全不像是奥特曼世界观里的人物 反而更像是那种 神话至怪里的主角 这时候相信很多小伙伴就要问了 这景天井龙这么强 还能以灵魂的方式到处乱跑 怎么能算普通人呢 你还真别说 按照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 景天井龙的超能力 就只有分辨邪恶的能力这一种 其他就完全与普通人无异 他斩妖除魔依靠的强大剑术 完全就是靠后天修炼而来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 一步一步练到满级的最强人类 而除了强大的实力之外 景天井龙还有类似于 穿越多元宇宙的能力 首先就是在迪家的外传小说 《白狐之森》当中 有提到过一位 名叫魔头鬼狮郎的邪术师 他是景天井龙的死敌 而这位邪术师 后来曾在盖亚中出场过 还搞出了眼Q这个经典怪兽 由此可见 虽然盖亚与迪带宇宙 并非统一的世界观 但在景天井龙这条故事线中 两个世界确实相通的 而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了后来的高斯当中 于高斯第18话中登场的 《怨灵鬼练鬼》 当年正是被景天井龙所击败 并且用刀石 封印在了二人山的弟弟 好家伙 浪迹于三个不同的宇宙 到处留下传说 原来你小子 才是真正的串场王 第三位一出 既然有战斗力上的满级人类 自然也会有智力上的满级人类 科特队的一出队员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要说一出的智力有多满级 咱们只要看一眼科特队的战绩就知道了 科特队最后奥特曼历史上 第一支防卫军 无论是辈分还是江湖地位 在所有的防卫军里 都算得上是祖宗辈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老古董的战队 它的战斗力和黑科技 哪怕是放到了现在 也是相当的炸裂 纵观初代全聚 光是科特队击杀的 各式怪兽和宇宙人 就足足有20个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在聚集普遍 科特队之所以有如此夸张的战绩 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其堪称恐怖的黑科技 而在这些黑科技当中 有绝大一部分 都是由一出研发而出的 像什么火花8号 三小队合理光线枪 火星113号枪 全部都是一出的杰作 可以这么说 科特队战绩的很大一部分功劳 都是要算到一出妥让的 而除了防卫军提供的巨大帮助外 一出本身也是立大奥特曼中 击杀数最多的人类 科特队里的20个人头 就足足有9个都是一出拿下的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是 除了攻击性武器之外 一出在功能性装备上 也是大有剑术 像什么电磁防护罩 宇宙语翻译机 能放导巨型怪兽的麻醉弹 那都是常规操作 而像这样堪称研发方面 十项全能的科学家 也绝对算得上是 智力方面满级的人类 而值得一提的是 那个一发就能将 截盾送上天的无重力弹 是科特队严本博士发明的 并不是一出的作品 而这位严本博士 大家只能补充 尽主意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